这群士兵先是在道路上缓缓前行 下一秒他们全跑起来 往一栋绿色屋顶的建筑移动 只是没过多久 这栋建筑突然大爆炸 冒出巨大火光 浓烟瞬间窜出 苏尔达尔的战火已久激烈 俄罗斯国防部在13号晚间 宣称完全掌控了这座产炎症 乌克兰则指控俄方制造消息噪音 乌尔双方各执一词 但苏尔达尔的真实战况究竟如何 美国的CNN带观众直击 乌军发射多管火箭攻打俄军 只是英国天空新闻的记者 却这样说明苏尔达尔的战况 天空新闻记者讲到一半 还被突然传来的飞弹炮击声 吓到拔腿逃难 还编标脏话 这已经是他在苏尔达尔第二次跟死神擦身而过 苏尔达尔的战斗成为开战以来最血腥冲突之一 俄军吞了大半年的败仗 颇须这场胜利 乌军想要守住恐怕没那么容易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军的无人机牢牢锁定住 一名俄罗斯佣兵团瓦格纳成员后 发射迫击炮 下一秒这名佣兵已经倒地不起 在乌冬的巴赫姆特 乌尔双方持续激烈交战中 乌军释出这段新影片 大小轰炸俄军阵地的战机 乌克兰总统府幕僚长 更把巴赫姆特和苏勒达尔的战斗 比喻成21世纪的凡尔登战役 The notorious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 Vogner has taken a leading role in the Soledar offensive Berezovitz claimed a captured Wagner fighter had told interrogators 只是苏勒达尔现在究竟谁握有主控权 却是众说纷纭 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试图淡化这座盐矿小镇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莫斯科不断在这里牺牲兵力 根本不可能扭转战局 只是俄军一旦拿下苏勒达尔就能切断乌军 通往巴赫姆特的补给线 除了造成乌军防卫破口 更让俄军无后顾之忧 全力攻打巴赫姆特 还有外媒分析 如果俄军掌握巴赫姆特和斯洛达尔 再顺势拿下克拉玛托尔斯克的话 等于破坏乌军在东部防线的三大核心之一 恐怕也让乌冬战局提前宣告结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